只不过狮子会群聚案 现在还在持续扩大 桃园就爆出了新北市某个狮子会的确诊者 是桃园某一个国小的学生家长 桃园教育局现在发出了通知说明 说有国小学生一次是确诊 学校马上停课 学校进行大消毒 就连幼儿园也传出了有学生家长确诊 幼儿园现在也是紧急消毒 而且停课起天 教室里的地板置物柜都仔细消毒 这里是桃园的某间国校 13号下午学校发出通知 学校内有学生确诊 紧急停课 而桃园市教育局也回应 这两名学生的家长是新北市某狮子会的确诊者 为了避免群聚感染国小采取全校性停课 两名学生班集中的同学及老师也全数进行裁件 家长们紧急到国校门口 要赶紧把小孩接回家 另外桃园教育局说某幼儿园的家长 也是新北市某狮子会的确诊者 幼儿园也预防性停课七天 桃园的疫情不断扩大 就连台商车用的印刷电路板龙头厂进棚 也传出有员工确诊 目前进棚员工有11名接触者被匡列立即进行居家隔离 疫情之际片刻都不难松懈 桃园市长郑文燦上井发条 承诺会把防疫工作做到最好 华日新闻无权员张树明 戴荣显较紫圈桃园报道